我觉得,我说的那个伦理学是本体论的时候呢,就是像海德哥说的那样,我们谈论的是在,谈论的是必应,谈论的是是,而不是一个脱离到我的所事的那个应当,你离开了本体论,离开了是什么,都跟我们说应当应当,凭什么你应当啊? 不是应当,你就是那样,人就是那样,听懂吗? 不是我们应当有一个理想,而是我们人他就是有一个理想,这是对世界的描述, 不是说指出一个未来,我们应当何如 但是我特别想说的,其实是事情的另外一面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是,我们面对着赤裸裸的生存,千万不要把高于人的存在道德化 我们可能是为荣耀而生存的 就是要中军 那我再举一个更邪恶的例子,希特勒 我不是说我赞成他 我没有这意思,我也没有说我赞成阿卡留斯 我赞成任何人,我现在不是在谈我赞成谁 我是想强烈地表明,我们的更高生存就是多样的 那我立即说他是爱呢,他还有恨呢 他就为恨生存 不然他恨他就不生存了 这才是本体论上的高于自己,高于人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是本体论的 就是说他始终跟他是谁,你是谁 这事连在一起 有点像海德哥所说的就是 只有人是本体论的生存 就是说人是在意义和理解的层面上生存的 我个人是很不能忍受我就是 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去处理就是我所相近的东西 但是呢就是 我就觉得就不可避免的就非常的纠结 具体的就是比如说指导学生 有时候我自己没有意识到 但是这个学生就说怎么 而看着你表情那么痛苦 就是我在讲的问题是说 假如说他的确是你相信的东西的话 怎么能把这个你相信东西呢 完全保持为一种你个体性的东西 不形成一种好像对其他人的一种 有形无形的压迫 侵犯到他人的那个自主自由的思考 就是我对这个事很纠结 挺好的刘长 首先是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澄清一下我的想法 你提到这个个体性是吧 有的私人的一部分 就是你的信念嘛 那有的人呢就说 那我信的东西我就想让别人也信 但是我想说呢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呢 让别人改变信仰有时候 是不可遇的 那也就是说呢 你在知道自己信什么的时候呢 你要同时知道你信的那个 予以条件 和你信的这个背景 你让别人去信这个 他不是那个人 他不处在一种可能的环境之中 但是呢 我似乎又觉得呢 信念呢 大概又不能是一个完全私人的东西 而是在我们的这种自由的 就是在知识上平等的这样一种交流中 能够在一个更深的意义上 有一种更精神性的交流 我当然完全同意 一个人的信念不可能是完全私人的 就是这是你的一种能力 就是在什么时候你当演 什么时候不当演 什么时候 准确的需要去说服他 一方面呢 我们希望真理能传播 但是呢 不要把真理变成一种压迫性的东西 那你不可能 为所有人立法 你为所有人立法 你就侵犯了人是最高的生存 也就是人是自由的生存 那么 刘畅的这个话 我记得我在评查理周刊的那个文章中说 就是就现代人呢 有一种说法就好像多元啊 交流啊 大分共识啊 就是 几乎就是露掉了另外一面 那这起耳斗争的事 是吧 这时候呢 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呢 我们等安静下来还是要讲理 那这时候我就要通过把这个斗争讲成正义战胜邪恶 我说不要这么讲 是吧 不是因为我们正义在捍卫我们的言论自由啊 不是在捍卫言论自由 我在捍卫生命 斗争则就是不要把它道德化 面对事实 但是我特地想说的 其实是 我说最重要的事 这个最的我也不太愿意说 但是就说吧 最重要的事就弄清楚你自己信什么 你要活出你真正信的那个东西 是吧 大概是这样 不是这个场合 但是我提一句 就是我自己信什么 这有时候可能知道一下也是好 我就是信古典主义的 我就是信 歌德式的人文主义的 对就这个 我是信十八九世纪的真理追求的 对吧 大概 或者信希腊的人文主义和希腊的真理追求 这是我信的东西 好 我大概就讲完 但是呢 因为这是我要办的最后一次赛民的 所以我给了自己一点 Liberty 你吗 这个 谈谈这个赛民的 我呢 这个愿望是已经有很久了 但是呢 现在呢 变成了一个决定 就是说 我就是最后办这个 这次赛民 以后就该 因为就像周连鲁丁他们 可能他们现在的年龄就跟我一开始在教他们的时候 差不多 就是该他们 看着不怎么妙 是吧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挺信任的 就是 我这感觉非常失败的 就是 一个人的思考呢 就连我 都 总是一个人的思考都是很困难的 就是还是需要有交流 在这样的三个大上呢 你能得到 这样的一些反馈啊 这个 第一当成是赞美了 我很少听到 是吧 这个 第二当然就是 批评和质疑 是吧 这个就是你这个 陆丁同学为代表 他永远在哪里 那个狡辩啊 什么 鬼辩啊 什么这些东西 不是狡辩就行 但是这也挺好的 哥德罗说过啊 老年人上失了 一种基本权利 就是被批评的权利 因为 老年人嘛 大家就是把你当 一个讨厌的东西 就是保护起来 是吧 批评小孩 是有意义的 因为他有一辈子 要过你知道吧 批评老年人没意义的 他没两年 他好好过了 完了 批评他去干嘛 是吧 但是呢 在这点呢 我还是比较 觉得 挺感谢 就是我的 这些学生 他们 用温和的 或者不温和的方式 还是总是能提出 质疑和批评 对这个消费社会 对现代社会的 一个担忧 对默认社会的 一个担忧呢 尼采担心的呢 就是这个 你叫中人社会 他叫默认社会 是吧 尼采的意思是说 人不是为了活着 是为了更高的活着 等到没有更高的活着了 也就 人类社会 也就没有意义了 知道吧 这是尼采的那个思路 这个我暂时都不想评论 那周连你要说吗 我是主持人 不 我们的主持人 也没那么证明 你就算了双快 又能指的别人说 自己想说也可以说 那我想 接下来想说的 其实是 我前两天看那篇文章 他有一句话 我觉得说特别好 其实代表就是 这个中人的这个思维 他说这个 就苦难 不是什么人类的精神本质 不过是一种 需要被改变的社会状况 我对这个判断 部分同意 部分不同意 就是苦难是人类的精神本质 我认为是 后半句我跟认同 就是很多人类苦难 和人类悲剧 是可以 也是应该 被改变的社会状况 至少我们不应该追求苦难 当然是 不能殴割苦难 不能追求苦难 我觉得这就是政治哲学思维 对人类学思维 程老师特别喜欢的十八十九世纪的那种 那种人文主义高峰那种思维的一种有效的约束 不是取消也不是取代 苦难和中人社会 我只想在这个大的话题中谈一个特别细小的评论 苦行主义是对这种默认社会的一种回答 在希腊全盛世纪时期的时候 苦行主义 不敢说没有 但是显然是不重要 就在这个城邦顶盛时期的时候 斗争都实实在在 就是 就是为之生为之死的那事 大家都知道 等到进入了这个希腊化帝国之后 不知道了 作为一个个人 他有什么为之生为之死的事 就是他就去创造苦难 你刚才说苦难不是要追求的 对也许作为一个政治家 他不会鼓励追求苦难 更不会鼓励这个社会去创造苦难 但也不一定 为什么不能创造苦难呢 如果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目标的话 但是好 这个我不说了 那么我就说呢 对于苦行主义者的 他就是要创造苦难 制造苦难 但是呢 他不是要制造别人的苦难 对 而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和这个消费社会呢 他在观念上排斥苦行主义 你知道 但是苦行主义变成那种 Ridiculous的东西 就他那个理解力就开始非常收窄 就幸福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是吧 人就是为幸福 幸福就这样 不是这种幸福 就无法理解 就是Ridiculous 是吧 这是默认社会中的一个分支 更广泛的我谈不了 我能补充一下吗 因为就是周老师现在提了一方案 我们对方案 我们做分析的就是对方案特别敏感 你现在就是你要在私人领域里边卓越 在公共领域里边忠认 我们现在就是非常粗糙的总结这件事 这有一事 就是说卓越吧 就是你知道的 你肯定知道的 承认嘛 对吧 卓越的前提是承认 当然是 对 承认呢 他就有这个事 公共协议 越多的承认越好 不见得不见得那样 他需要某种公共协议 对对 要在公共领域中得到承认 才是真正的承认 所以我现在我现在就想问你 你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怎么在私人领域中 就是说 维持在私人领域中的卓越 我觉得当然是这样的 就是卓越的话 他要求被承认嘛 对 而且被承认了 他天然就是向公共性 去扩散了这种趋势 那我们就今天看到了很多卓越支持 他获得了公共的承认 对呀 乔布斯 他获得了公共的承认 马斯克获得了公共的承认 对吧 对 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家 都获得了公共的承认 那是哪些人 他曾经是卓越之士 但现在的 就获得这种公共承认的 这种这种程度小了呢 我觉得是人文学者 我承认你说的是 我承认你说的是对 当然是啊 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曾经 在那个传统社会当中 它是一个 你也有一个话筒 你也有一个话筒 我们有卓越呀 只是卓越的表现形态不一样 伟大的表现形态不一样 对吧 不再体现在战场上 那我可以回应一下 对 在我们的上下文中呢 就是要弄清楚 跟这个古典的那个追求卓越来说 我们就是要讲个体生活的意义 我并不是说个体生活就是我一个人 这就完全不是我的意思 嗯 是吧 卓越需要承认 是吧 我们现在还在追求这种承认吗 就是我们追求的是这种承认吗 还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平民百姓 在追求我们要追求的东西 嗯 你叫他卓越也罢 不叫他卓越也罢 就是我们要摸索 在我们人人都是平头百姓的环境中 我怎么活出异议 我们当然不能达到希腊人说的 是吧 我们翻译成卓越 我们可以现代人达到卓越 是吧 呃 有些苹果公司在追求卓越 这头呢 有个字 我也吃 英诺国也是 就是我们人在追求卓越 但英诺国也不是了 你做苹果手机跟这个阿卡留斯 跟那个伯雷克利不是一回事 是吧 你可以有异议粉丝 但是不改变 你还是小老百姓 不是阿卡留斯 其实阿卡留斯不过是一个 几百人村子的村长 但是我想为启门之后的社会 做一个辩护 我不是说不能批评现代社会 批评现代社会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尤其作为人文学者 我们随便抛出几个观念 我们就可以把某人社会踩在脚下了 恰恰是我觉得我们需要 为这个已经被批评的千疮百孔的 现代社会做一些有限的辩护 国家主义者批评现代性 是因为中西之争 他把现代性等于了西方 对吧 我甚至会认为说 我说中人社会听起来是那么 卑之无胜高论的一个理想 但他其实是一个相当民族珍贵的一个理想 这个 这就 这我完全同意 那个 然后呢 周连讲到那个 他更强调那个公共性的那一面 就是这个当然就是很明显 就是周连在我们这些人里头肯定是 公共性特别强的了 那么周连对这些伦理问题的考虑呢 是更多的跟政治性连在一起的 实际上他都有些伦理考虑 其实就是政治考虑 那 为了保持他们主题的连贯性 我觉得呢 谈论卓越呢 或者谈论阿瑞德呢 你就是需要问谁之阿瑞德 或者什么时代的阿瑞德 对我在讲完了希腊 然后呢 就是 就是心情澎湃 这样 对 然后呢 我就要 我说我 不是在说我们要回到希腊 回到伊利亚特 回到先秦 回到任何时代 你回不去 让你回去 你也不回去 你想清楚你信什么 你想那么来对待女人吗 你愿意为这些事情杀伐吗 你愿意把一个程序移成平地吗 OK 那么我们是干嘛呢 我们在讲希腊的时候 你不要因为希腊有那么多 或者你以往的时代 有那么多残酷的 你完全不能接受的东西 而否认它的伟大 你懂吗 它的伟大是坐落在它的时代中 这点你要知道 但是并不因为它坐在 坐落在它的时代中 它就不伟大 它就不卓越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看不到 那个跟我们不同的 时代的伟大 然后用我们的标准 去衡量一切时代 你不是在追求 希腊人的主意 希腊人的every day 是坐落在希腊社会中的 那么我们可以从希腊人 先情人 宋朝人 宋朝的读书人那儿 汲取 就是我们要认识 这么的伟大 才能够汲取 它能够帮助我们 在一个新的环境中 生活的有意义 做点好的 有意义的事不太容易 充斥 一辈子能做一两件 做有意义的事 常常得不到什么结果 在那个意义上 它的确本来有意义的事 变成没意义了 做那些烂丁八糟的事 它本来没什么意义 它能做成的 好像也挺有意义的 咱们你趁热吃 你就说我们炒鸡丁 原来吃以后 给它吃美 好 上次跟刘畅说呢 我给他们线上 讲了一个课 我讲到下半堂的时候 我不是说出于义务 我就讲 不想讲了 对 我就讲着讲着 就真的就开始怀疑我 我干嘛要讲这些 后来刘畅为了安慰我 他从头听到嘴 他都没有那么差 我老讲这个 我知道我现在就是 哪怕给本科生讲课 他们有时候都会出现在 听众席上 他们只要一出现 他们只要在那 我就会有那种感觉 我知道对谁讲 我讲得好不好 我就会有感觉 就是 这你就会 你就觉得我讲得有意义 真好 可以 你给干了 怪的就 有人听到那个说 是老学生的手 二十年前我就叫他们老学生 挺奇怪的 周莲是那个年头 非常罕见的 第一志愿报的哲学 路丁是报的数学系 路丁呢 是我认识人里头 我不知道是最聪明的 肯定最聪明的之一 可以这么说吧 最不靠谱的 对 最不靠谱真没之一 我们都很崇拜 这个数学学的号 原培是招的 不在啊 才四十多岁 开始互相吹捧 但我们七十多岁 还怎么活呀 怎么还觉得不够吗 你这是被吹捧 一路过来的 怎么 你说说陈老师 这些人可从来不吹捧我 感情只有我吹捧你 陈老师之所以 一直向上奋进 就是没人吹捧 有学生的鞭策 老那个 老板都 说点什么 他们就摇头 对 说什么他们就摇头 他们 陈老师接不上我 就是你到底 为的是什么 平常我们看不出来 是吧 因为 因为 平常就是不是极端处境 但是呢 的确极端处境是发生的 在那里头我们看得最清楚 我就看出你是为什么死的 我也知道你为什么生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进一步追问的话呢 恐怕你也不能 就是你也不能说 到了生死那一刻的时候 就有他 没到生死那一刻的时候 就没他 是吧 我在思考两位老师说的话 对不起 那个 但是您不是说思想就是行动吗 对啊 这个 我相信这个海德哥说的 思想就是行动 他并不是说 我坐在屋子里面想着就是行动 他说的是这个 任何行动 他都不是 都不是瞎动 他都是带着思想的行动 所以 观念工作者 他不是在纠正那个观念 他是在纠正那个带着观念的行动 或者他从观念去纠正那个行动 现在这有一个 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个事在这边的 就是说 陈老师讲的这个 最开始是一些极端情况 对吧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这里边始终有一个困难 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行为也有意义 而不是说 我们只在那个 特别危难的时候生活有意义 然后在平直我们生活就没有意义了 对吧 这个问题是 我觉得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 刚才我听你们那个 前一段 我们尝试去论证的是呢 我们也是在这个极限情况下 人是有嘛 但是我们把它说成呢 在极限情况下 它呈现出来了 鲜明的呈现出来了 在不鲜明呈现的时候 按道理它就在那嘛 但它没有鲜明呈现 那你就是要让它呈现 就是在 不是在极端情境欲下 也要让它呈现 那么这个呈现呢 我们假设说你是通过反思 当然周连那个当然好得多 就实际上这个反思是在 连着你的生活和实际在做 它呈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这个Must呢 你可以说 就是你要在生活中 找到的那个东西 但是我还想澄清一下 这个 我说问题是我们 99%-9 当然你说很庸俗啊 但是 但我们99%-9 是生活的这个 平均状态 未知派的是吧 我想说呢 你不能用一个太高的原则 组织你的生活 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事先就已经知道 自己将要怎么生存 人就无法生存了 因为它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 再多说一句 就是呢 我们现在的人 不能够为未来的人立法 对你把事情弄颠倒了 未来的人要靠他们自己去生存 他们是自由的 他们知道 他们怎么对付自己的生存 就像我们的任务 是去对付我们的生存 而不是想着为万事开太平的事 生活中呢 只有很多内容呢 是不要去瘟疫 我就最后 我不是 我马上问一个非常快的 那个重新问 不要瘟疫 不是就是说 无所谓 或者无可无不可的意思 对吧 不是不是 就是他 我想回答的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那个 这种极限情况跟 我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 就是呢 生活有一个以生以死的意义 的确它必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呈现 第二 就是它不能老呈现 就是有点像是该干嘛干嘛 它的意义的英文 它有个叫做 significance 日常生活到 它可能 在一个意义上 它有meaning 但它没有significance 它也不需要significance 就没那么重大 对啊 是吧 你的生活就是 是吧 那个 对 你不能 每个事都反思 反思的越来越 元气充沛 那就 You are on the right track 如果你反思的 自己越来越 萎靡不振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 过度反思了 你真到那步 对 我要是在你边上 我就会 劝你不要去 接着反思了 就去吃点喝点得了 嗯 那这里边有一事 那您这样的话就会 食堂等完了 咱们稍微减暖点收 那我们可以在食堂说 也可以像 对对对 对对 不着 那我就收吧 要是就算一点 郑儿 你们读完那个 Trues and Truthfulness 有什么读书计划吗 我们下期就读那个 帕菲特 我们帕菲特没读完呢 李渔人没读完呢 这期读个电子 已经读伤了 读了 就是这一份 没有 没有 我们一次上午是 我们有一个 魏奔群她是带读 那个伦理诗和哲学的限度 嗯 然后下午是 我讲 因为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 嗯 开出有违 然后晚上是刘伟讲 Shim a Necessity 然后 然后 有一点 好多 从早晨八点钟开始 到晚上大概九点多结束 然后第二天早晨九点钟 就周五早晨九点钟 继续开始读 Trues and Truthfulness 就是读到后面我们都快吐了 对 他那个英语简直了 你们这么读对为人是不太公平 任何一个作家这么读都会把你读吐的 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讨厌的 对 就这样是真的会讨厌 我当时论文最后没写海德哥就因为这个呀 就吐了 我就写海德哥哲学概论的时候 就书写完 我记得是八二八年吧 就是我放下真是就是一句都不想读 就是就听那个说话那调啊 很恶心啊 我都难受 后来我就找那个康克曼斯了 也是康克曼斯唯一的冲我发火 刘畅哥们把那个维藤杆重新拎出来当个话题 我觉得多好啊 是吧 那也是多有风格呀 嗯 我在年轻的时候呢 在我哥哥和另外一些兄长的影响下 就是会那想法跟这个社会上的人的想法非常不同 你跟它不同 虽然只有几个人这么想 或者两三个人那么想 但是不应该是怀疑的 我们就是要尽量去保持那个有健身力量的东西 他进不进那个中心呢 无所谓 他有个小圈子啊 也挺好 就是在概念上面 我们才能完成这个解释这个活动 对 我们把那个各书事实呢 作为一般事实去探待 是的 就是在中心的时候有力量 在边缘的时候有意义 要摆脱那种想法 就是我好东西最后会征服世界 就这么没这回事 嗯 从前就不是这样 今天更不是 嗯 我觉得 嗯 嗯 对 嗯 以后呢 我这些笔记呢 我就准备 存着 如果要是有年轻人 觉得有意思 那么他们就可以拿去读啊 或者whatever 在这呢 我要特别要感谢 呃 我的几个老学生啊 就是 我指的是 周连啊 刘畅 陆丁啊 当时还是小孩了 现在 也差不多半老大头了 啊 三十年了吧 将近 除非他出国啦 或者什么 啊 反正断断续续续一直在跟着 那会给我一种美好的错觉 就是呢 好像我仍然 有东西可以讲给他们听 是吧 呃 呃 但是呢 这错觉呢总有梦醒的一天 是吧 差不多 啊 就是 对 反正 这个时候停下来我觉得 挺好的 那我讲啊 啊 在我们这个 现代社会 我们讲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这话不是一句空话 可以说从第一天 哲学就在问我是谁 或者人是什么 如果你讲我们要个体性 我想是一个独特的生存 那我就要用麦金泰尔的话说 就谁是应当 你不会对一个生活处境完全不同的人去谈 去把你的应当 就告诉他们就是压迫或者 他应当是因为使他有意义 使他的生活有意义 他接受你的应当 他自己的生活意义就瓦解了 他就不应当 你就不要把你的应当当做他的应当 是吧 就是说我们要保护那个个体生活的意义 最后尾声呢 我会想说 总有别有一番自卫的心头 这个 不能都演说出来 就必然有 只对你有意义或者有效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就是 要从透明性来讲的话 就是永远不透明的 就是那个个体性 终极的是不可表达的 只能去存在 谁都不可能真正理解我 谁都不可能真正理解我 那是你的孤独 你这扛政的孤独王呢 这边哪世界告诉我 我好孤独 嗯 是吧 但是也许那天 我们喝了酒的 套心窝窝了 是吧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嗯 我可能说完了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谢谢陈老师 谢谢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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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获鼓掌了 还是 我突然每天喝了多久了 看像迷彩一样 我会说 我下山来 我有一个教育 我就会说 我是来教你们 那一滴水的意义 我是深信 个人生存的故事 虽然我知道 个人就能几十年 而且个人消失了 就是消失了 那么 个人存在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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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也不相信 个人融入涌 采入舍 当然采入口头的话 也许挺像好事 但是 后方就没跟你什么相关 简单说 一顿那么那么 特别吃龙 在这个意义上 都不是我说的个人存在的终极 你在世界的哪个方面联系这件事 没有人能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跟世界相联系 那么 提醒爱情 比如说 在家庭中 我就讲我三个孩子 就是我生命的义 fine 但是我想说 我能有三个孩子 我也有义 如果你说 我就是这个夫妻 就是恩爱 这就是我生命的义 fine 如果那就是能义 如果你真的就是 在那里面 真的生活出了意义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那就是你生活出了意义 但是 你不要交给我说 那就是生活的意义 不一定 我也许 工作到终生 我就是有生活的意义 you never know 好